你的人生 特别在你的工作领域上面 当大家市场上可能都很吹捧 所谓艺人一定要有所谓的外在的条件 然后他可以不去从善如流的 然后去坚持做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可能觉得艺人 他对于艺人的解读 不是世俗解读这样子 这么的唯一这么的单纯 他或许他的 他的对我来讲 他的想法是更开阔一些些 所以当然你要说他变胖 他的确变胖啦 但是我只是我不去在乎一个人 一个人外在的一个条件 我认为 因为你们是真朋友 没有就算他今天是别人 我也是会 我不喜欢看人家外表去评断 因为你要比永远有更年轻的人 等着来跟你比 你为什么不多充实一下内在 或者是为什么不去挖掘一个人的内在 对我来讲 我看到他是他内在的东西 包括他 好好少看到一个已经做一个艺人了 你做了这么久的一个艺人了 你有自己的位置了 但你愿意回过头去读书 这个了不起 所以我心目中会一直帮他加分 早就已经加超过他外形了 所以人家怎么说 我们俩根本不重要 但是写发微博上面也就给大家看看吧 对啊 大家闹闹就好了就好了 对 所以你会平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充实自己的内心 让自己的内在变得很强 我喜欢想事情 对就是呃 我很多人觉得我在发呆的时候 就是但是有时候真发呆 但是 现在没有在发呆吧 没有 就是但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 在思考 会想事情 就脑袋会停不下来 就对于我明天要做的事情 或是我对于一个角色 或是已经 突然就会想到我以前演的一个角色 莫名的没有任何理由 我可能想要一个角色 然后就突然之间特别针对他的某一场戏 然后又突然之间会做一个评估 现在的我会怎么去表示 我当时我有哪些东西不够或是不够好 就一直去想 还发现自己 有点成长 对 哦 我大概会了解一点你的意思 就是你会在 现在去在想以前做过的事情 哪些是可以更好 然后让现在的自己更进步 是大概这个意思 呃 没有 应该是 我 我 以前的事也会想 未来的事情也会想 想未来是为了要进步 但 要确定自己有没有成长 是想以前 哇 那好像听起来很累的样子 对啊 所以我蛮累的 没看到 卧蚕这么大 你辛苦了 那你靠什么方式让自己来抒压呢 我 我抒压的方式 打扫了一下 也 也都有 也都可以 就是 反正就是 哦 我 属于我自己的空间 放空 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对 放空也是一种解压方式 但是呃 我问一个 有意思 我觉得 我听起来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 你昨天说 呃 跟王若丹的合作 是未来二十年都想要跟他合作 请问别的女演员是没有机会的吗 对不起啊 我想太夸道 哈哈哈哈 若丹是一个好演员 而且他非常有 想法 有头脑 呃 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是在这个年纪的我 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看到的时候 我会觉得迷足珍贵 也呃 呃 了解这个人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心眼啊 也是跟我一样 就是没什么心眼 单纯 很单纯 所以呃 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其实虽然不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都因为这样的个性而导致 也会有经历一些好的 不好的事情 所以听他在讲的时候 就会特别 哦 他在经历这个阶段 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纪念堂啊 对啊 会产生共鸣 那不代表就说 以后就是 呃 只跟那个单单合作 其他的女演员 别的女演员 还是很有机会的 但是对单安 对这个才华的欣赏 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对 我帮你圆的还可以是吧 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我特别想就是有一个机器 探紧你的大脑和内心 然后让你自己拍一部 属于你的世界电影 我觉得肯定特别精彩 可能哦 可能哦 那么期待着你好不好 好啊 早一天做导演 啊 笑天可能会先做 他先做 对对对对 今天你透露了什么 没有没有 他本身就 以学幕后的为主啊 哦 对 所以 不会 因为每个人看到你们都会问 什么时候会重组 所以会不会有一个机会 四个人一起做幕后 四个一起做幕后 那可麻烦了 商量商量 每个人特斯其职 肯定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 孝天已经 一个人呢 已经在铺这个 他以后再做幕后后制的东西 一定是他会很了解的 所以应该就要放心的去交给他 其他人可以 可以在 比方说如果是他是导演的话 我们这些 三个人都可以 让他来好好为我们去导了一部戏 也都可以啊 我这边是OK啊 嗯 哦 所以 可以猪孝天来打 其他的三位 然后伴随我们成长的 这个 偶像的来演出 所以我们期待着 有这样的一个作品 单身 也希望这个电影 可以帮大卖 谢谢 然后继续你自己的 脑洞大开的世界 做单纯的自己 好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